講到這裡呢 我們就把目前學過的基數做一下整理哦 夏至秋叫做上游 腦垂線前夜叫做中游 剩下其他的內分泌線就叫做下游了 我們看上中下游怎麼控制呢 好 蜜乳素就是催乳基數 蜜乳素釋放基數也叫催乳素釋放基數 蜜乳素抑制基數作用在蜜乳就是催乳素 那GMH叫性腺促進素 它作用在性腺促進素釋放基數 作用在性腺促進素 而人體的性腺促進素有兩個 一個就是FSH 綠泡制基數 一個就是黃體成長素LH 然後生長基數釋放基數作用在性腺促進素 然後CRH叫做 腎上線脾質促進素釋放基數 作用在腎上線脾質促進素 所以HTH你可以叫促腎上線脾質促進素 也可以叫它腎上線脾質促進素跟上面一樣 好 那TRH叫做促甲狀線素釋放基數 作用在中游的促甲狀線素 然後再作用在下游的甲狀線 讓它分泌甲狀線素T3T4 所以上中下游有價格管理階層 當時我們在學腦垂質促進素的時候 把腦垂質促進素分為三大類 一類叫做控制其他內分泌的線體 一類叫做生長基數 一類跟性有關 就這三個 一二三 好 所以這個圖就把我們學過的東西 再整理了一下下 做一下簡單的統整跟告一階段 告一階段落的回顧 好啦 那我們就先講到這